應該是這一場吧 喔 還沒還沒 最後有一個 我們先把迎風2比0掉 迎風就只領通那一隊 好啦 我們先關聯賽 可能大家仔細的關聯賽 今天聊一下我們前面發生什麼事好了 對 前面發生什麼事 總之呢 我們在例行賽前幾場 我們好像是積分前幾名晉級 然後開始雙敗淘汰賽 好 然後我們一開始對迎風 我們先對迎風 那迎風就是大家耳熟人想的那個 林濤那一隊 林濤那一隊 就是 史達是那個三艘3S 然後 星羽才是那個三艘 小木三艘 張柏林濤 這個組合 應該也是大家覺得非常強的一個明星隊伍 然後我們打迎風 一開始 打到5比5吧 有點糊 不過大家應該可以 現在 現在5比5 天外之間聯賽 純純的第一個 第一名 即將 誕生了 喔馬上也搶了7吧 隨著橘子熊的勝利 所以說這局比賽 而且非常關鍵 已經是開局 然後6比5的時候我們又拿兩分 7比5拿到第一大分 然後第五分 會飛的粉紅 拿下 迎風車隊 而且他們在7局比賽 然後我們把7比5把迎風給做掉 不過這只是大分第一分而已 所以說 在這個強強對抗的比賽當中 是真的不要自己 然後 第二大局 第二大局 可以看到這個比分 6比1 所以我們 在打這種這麼強的組合 3S 然後小木 三博小 然後 林陶 我們 2比0 第二局還7比1 你就知道那時候橘子熊的多強 那時候橘子熊的團隊真的很厲害 我不知道講這兩局 我要講那個 雙敗淘汰賽的那個 下一局 這一局 好 我們晉級之後 遇到一個很強的隊 叫林氏 可是林氏是我們總冠軍的對手 那為什麼我們決賽可以先拿一分 原因是因為 我們前面有先贏他們一場 我們叫做聖哲子冠軍 他們是敗哲主冠軍 他們是敗哲主冠軍 我們是聖哲主冠軍 走走一下喔 對這邊這邊開始 好 一樣是搶3 那看來現在他的比分是 林氏4分我們1分 基本上我們一直被壓著打 我們那時候不知道 拉根金出了什麼問題了 我們被 我們被林氏壓著打 然後我們第一大分 我們第一大分7比3就輸掉了 這是我們在總關聯之前發生的事情 然後 我們在第一大局7比3輸掉之後 我們第二大局 又被 又被6比3 所以只要林氏在贏下一局的話 他們就可以以聖哲主冠軍的姿態 進大總冠軍了 然後 橘子熊 橘子熊又開啟了後追模式了 有一半的冠軍已經是到手了 所以說現在 你看連 國服 國服主播都說 林氏已經有一半的冠軍到手了 你要知道他們那時候已經 快把我們給吃下去了 橘子熊的話 就不能去超級過級 去穩扎穩打 但是雖然他們現在這樣的一個大幅度的落後 可能會出現一些急躁的一個心態 但這樣的一個失誤就會 因為一些急躁會慢慢的出現 嗯 這個賽道要注意的地方 然後我們 我們先 我們先帶天下先贏一場 然後 又比4 然後這邊 因為一二零隨時都有可能出現 藍寶 剛才歐文的這樣的失誤 我們這邊那個 冰山停機坪又贏一場 現在最後衝刺點上 極格牌 然後追到6比5 冰河破碎冰山 然後我們連追3分 好 我們現在連追3分 6比6 又到最後一局了 又到最後一局了 6比2 打到6比6 喔 是6比2打到6比6 不是6比3喔 我少算一局 我們 剛才是 由於前面對抗的實在太激烈了 所以導致 橘熊車隊在前面 6比6 這一場輸了 我們就沒有冠 我們基本上都沒有 就不會有冠軍了 贏的話 我們只是大分再多一分 我們還要再比一局 這次就會形成這樣的非常整齊的起跑 是的 我覺得這場比總觀點還緊張 總觀點我們就是7比5比 然後你提1分都沒有 然後現在領跑是歐文 歐文應該是我們局勇的一個 領跑的承手 對 但問題是現在領事車隊有7、8名的問題 這個問題的話 對於局勤來講是很好的機會 就看 雞哥和小鵬能不能突破前面 然後領事的戰隊 雞哥還蠻厲害的 小拿跟小鵬還蠻厲害的 而且現在魯夫一個人擋住兩個人的話 對於局勤整體來講的話 是很不錯的消息 嗯 而零事的話 現在面臨的是自己不要失誤啊 這個地方看來 註定要打到第三場比賽嗎 現在還是很難去分 小花一個人跑在第一名 分第一名和第二名是交錯在一起 但是這個第二名的話 如果說不小心讓歐文撞下來的話 這也很難去說 現在兩個人真的是貼得非常接近啊 然後這邊歐文要領跑 然後小花第二名 有可能在接下來幾個彎道上 歐文和小花的對抗會直接 然後這邊 小花衝上第一名了 然後想要殺歐文沒殺到 然後歐文在這邊選人放數 想要擋小花跟他換下去 可是失敗了 所以歐文現在沒有成功前來 小花衝上第一名 我們原本他要2-3-4喔 好帥了如果說他穩定住的話 還是有機會啊 然後這個名次 這就是誰1誰獲勝了 如果說能擋住的話還好 擋不住這局比賽 林氏就要最重要的比賽勝利了 沒有擋住姬哥 但是第一名又被對方闖洽 這個畫面沒有帶到我很可惜 我最後那個直線爆為流 我最後那個直線爆為流 這樣的話我們今天比賽 我以為是最後小龍 你有聽到小龍說什麼嗎 今天這個比賽我們林氏要拿下了 然後下一秒 欸 春春成完第一了 再聽一次再聽一次喔 這場比賽我們林氏要拿勝利了 然後可以看到這個名次 1跟2交叉了 我最後一個玩 0.0幾秒的超聲 然後我們就完成史上最大的逆轉 可是我覺得這場很可惜 他不是總關鍵賽 所以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有這個經過 我們是快輸了 然後從2比6打到6比6 最後一個玩 我殺到第一名 然後才帶到下一局 這個位置居然是跑到第一名 這樣的話我們今天比賽 我以為是最後小花會獲得第一名 但沒有想到的是 春天的這個第一名 挽救了橘子熊車隊 最後我被尾流 直接超小花車 然後我們第二場的比賽 是7比6橘子熊成功翻牌 1分 哇這個比賽真的是 讓我們太過意外了 是的 這麼好的機會 好現在大分1比1喔 我們再看下一場 我們再看下一場 好一樣很激烈 現在4比4 我們簡單帶過 然後 045分 我們4分 5比5 然後 5比5的時候 0四車隊6分了 所以 他們又停牌了 他們又停牌了 就要看起跑誰能跑到第一名了 好 這邊是成功的讓七哥和歐文也是 跑在前面 但是歐文在這邊也是率先跑到第一 嗯 所以 他們又一場 又是一個局面點了 是的 但是 零氏車隊由於上一局是有完勝的局面存在 所以 他們現在為止還是保有領先的優勢 這邊是經過了狭仔的賽道 今天很開心 啊 啊 撞到小男 哇 橘子熊車隊這邊是非常的開心 是的 是的 嗯 現在零氏車隊很危險 這邊再是一個卡位 就是一個卡位 橘子熊在這樣這個關鍵時刻 依靠自己加機器人的美妙配合 是撞掉了零氏 這場不用看了 這樣不用看了 是的 這一定 有沒力 好接下來6比6 我們看6比6 誰贏 誰進冠軍 勝者主進冠軍 好兩邊的話 現在是橘子熊車隊 很精彩 這場也蠻精彩的 有可能把歐文頂到第一名 果然 果然是頂了歐文在這邊是個演 但這邊是雞哥自己造在牆上 還好自己已經 攢到了第一名 是的 這樣的話 現在兩邊的話 從人數上來講的話 橘子熊車隊暫時領先 而零氏車隊的話 現在跑在第七第八名 這個位置 對他們來講不是很有利益 是的 這個位置其實非常的不好 對 現在只要做的就是零氏車隊成就機 而橘子熊車隊的話 就要看怎麼樣把這個第三名 被暗眼的這個小男給撞掉了 但好像這邊一二名的位置 反而是讓給了零氏車隊 但是沒有關係 這才是第一名的 哇小男 再次要展現自己在決賽當中 我們現在第一區還落後 我們現在是三四七八 歐文跟保羅在七八 我跟魯哥在三四 然後保羅超級遠 感覺我們這場也要輸了 是的 而小花現在是從第一名落後到了第四 所以說現在橘子熊很有可能改變戰術二三四了 然後這邊我要卡小花 小花這邊就很危險 這邊果然是歐文非常大膽的選擇內線切 但是零氏車隊也是不單失落 但是零氏車隊也是不單失落 但現在小蘭的話第一名是讓給了橘子熊 兩邊現在是一直在去爭奪這個二三四名的名次 哇剛剛看到小花的車子已經漂浮在了半空中 對 但如果說想要穩住最後的這個名次的話 還是要看第一名花落誰家 如果說第一名 然後我把那個小花給撞掉 他們現在七八確定了 然後我們在第二圈 又逆轉了 所以我們總分是 3比7 7比6 7比6 我如果沒有講這一場你們應該不知道我們那時候是 7比6 7比6 進到決賽的 而且我們還大逆轉 我們還大逆轉喔 可能大家只知道我們總冠軍賽7比5贏0是 但是我們前面是 差點就輸掉了 然後還是一個大 最後什麼月光 月光一落地才唱到最後一關 然後逆轉7比6 然後又被先聽牌又7比6 然後才盡量的冠軍賽 沒有前面有這個故事啊 我覺得這 還蠻精彩的 前面也打得蠻精彩的 對啊 我們 所以我們其實差點都算輸了 可是我們7G熊那時候的團隊真的是 蠻厲害的 就是不管落後多少分 我們就是會 想辦法把它逆轉 就是縱使我們個人 個人的人力沒有大陸那麼厲害 不過我們團體的概念跟那個 反應能力是比大陸更強的 結果 這是2014年10月的事情 我到現在還要開游一下 對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之前的 因為可能大家對這個 比較不了解 就是可能只要總冠軍賽 那其實 那時候也是 比 就是 在那之前 我們也是 苦戰很久才 才拿那種冠軍的 才披上那個 環境垃圾袋 我有點苦很可惜 如果畫質好一點 你們可能會看得更開心一點 好啦有點晚了 改關台了 改關台了 對啊 保羅是歐爾琳 對啊 之後有機會的話 跟大家分享一下 之前的賽事 對啊 因為我覺得應該蠻多可以講的 只是剛好 我之後再整理一下一些 比較經典的賽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啊 因為可能大家 可能只記得之前的 冠軍賽的一個 影片 但其實蠻多 冠軍賽 之前也蠻多一些經典的比賽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之前的凱琳車企 也是很好玩 對啊 就是 那時候也是比概念啊 比對抗啊 你看那些 現在大陸那些選手 就是 每個拿出來都是那種 超級厲害的 三燒 誰 誰可以想像我 那時候三燒 那時候是 遇到狙擊熊的是 沒有贏過我們狙擊熊 沒有贏過我們狙擊熊 衝擊了 然後也是 神將賽比較猛 好啦 先休息 先休息了 有點晚了 對啊 我們改天再跑 改天再跑 好啦 各位晚安 我們下次再聊 感謝大家 聽聽我拍看 聽我拍看